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杨 我又来了 那今天呢 给你们分享四款我的香水 首先呢 隆重推出 强烈推荐 就是我自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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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 就是我一定要第一时间推荐给你们的 这个第一期课的这个花果香水 一个夏天的时间 我已经用完一大半了 就是爱到这个程度 这个香水必须给隆重推荐给你们 就像是一个很清新很清爽的一个巨大的奶油椰子的味道 非常的适合夏天 就是你能想象就是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在海岛上 然后你穿一条很美很美的裙子 你喷上这个香水然后站在那个海边 那个海风微微的吹动你的头发 那个香味就又返回到你的身上 就像那种感觉是这样的一个画面感 就是我能想象到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个画面 所以就是必须得搭上这支香水 强烈推荐给你们 那第二支呢就是一个 非常就是大众的一个牌子 就是马龙他人家的招牌 蓝风铃 几乎快见底了 你们看到吗 蓝风铃就是跟他的名字是一样 就让人感觉怎么说有青春的气息 一个男生如果送女生礼物 如果你不知道选择送谁的礼物的话 那你选他的话就是完全不会出错 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包括你说上什么大学毕业啊 然后就是同学之间就是友谊也行 就女孩送给女孩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香水 就如果你是选择人生这个第一支大牌香水的话 就选他第一点露 没问题 OK 那第三支呢还是足马龙 这是一支足马龙的红玫瑰 是我在冬天的时候输入的 因为它非常适合球动 因为它相对于前面那两款香水来说的话呢 它的味道要浓郁一些 喷多了 味道真的很浓 那时候小笑话就有一次 冬天的时候 我喷它出门 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有那么浓郁 然后喷它出门 喷了好多喷在身上 然后我自己就坐在那个出租车上面 就是我有一种 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浓郁 就是给你每个好小小的建议 就是当你喷它的时候 可以喷小样一点 就不用喷太多 但这个味道就是你一闻 就是也非常纯正的玫瑰的味道 好那推荐的最后历史呢就是 我觉得有一种 成熟的 郁姐的感觉 就是这支 阿玛尼 它的味道跟它的这个外形也是很像 就是有果肉 蕴结法 就味道还很甜 很甜很香 秋冬季节的时候 你喷它就是 感觉走过去 就是一个 又郁 然后又甜的一个甜姐儿的感觉 35到40岁左右的 这个成熟的女性 非常适合她 好那今天的香水呢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下回见 拜拜